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接下第28个代言 穿亮片长裙气场全开,妆容精致超漂亮 引言,在众多的新疆出生的女星中 迪丽热巴一直都保持着自己独特的风格 在美女如云的娱乐圈中美得非常与众不同 自从她出道以来,人气一路飙升 每一次更新自己的动态,都能引起网友们不小的关注 这主要还是因为她天生励志的容貌和扎实的演技功底 9月27日,迪丽热巴晒出来一段她最新拍摄的代言视频 视频中的迪丽热巴留着其肩短发,画着非常精致的妆容 在镜头前气场全开,一改在你是我的荣耀中那种小女生的风格 摇身一变,现场展示了她女王范儿的一面 该条视频是迪丽热巴为抹化妆品品牌代言 只见她身穿一条亮片吊带长裙 手上拿着一直她推荐的最新款的美容产品 在画面中美得不可方物 迪丽热巴分享了这条动态之后 瞬间播放量就突破了400多万 留言人数超过了87万 可见迪丽热巴的人气和网络影响力依然还是非常高的 迪丽热巴将头微微向左偏了一点 展示了她绝美的右脸 这个角度看上去,迪丽热巴犹如漫画中才会有的美人一般 让网友们都忍不住多看上几眼 当看到迪丽热巴全身出镜后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她那强大的气场 就凭她精致的五官 就已经足以让网友们不放过她任何一条动态 不过迪丽热巴并非只靠美貌而走红的女星 无论是在专业能力方面 还是在公益事业方面 迪丽热巴都一直做着她力所能及的事 不得不让人夸她人美心善 对迪丽热巴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从迪丽热巴出道以来,还是接了不少的代言 加上这次的代言已经是她的第28个代言了 有迪丽热巴的铁粉也在评论欧证实了这一点 结语,迪丽热巴的美洋溢着一股阳光般的自信 很自然,也很洒脱 没有任何故意博人眼球的痕迹 而这样的美丽值得被认同 也值得被欣赏 希望迪丽热巴能拍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在事业上发展越来越好 不知道大家喜欢迪丽热巴的这一次造型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